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服务区里服务升级 师傅开着辛苦了 我来被将它暖暖身子 高速路上暖心守护 晚间800今晚播出 敬请关注 长汤纯芝麻油多放一点啊 营养口味都有了 实在是香 长汤纯芝麻油 原味原香 绿色长汤 农业万家多才多宝 加多宝给江西人民拜年了 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保运营门多才多宝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要知道贵以砖 砖更对证 输筋建腰丸 砖药专治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输筋建腰丸的 砖药专治 强筋骨 痴疼痛 输筋建腰丸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长四百年 征服家人的胃 我用好厨艺 守护家人的肠胃 我用胃动力 君养胃动力 给你的肠胃做作操 畅销五十亿亭 值得信赖 君养胃动力 龙是祥瑞神兽 至中华图腾 中国年 遇上中国龙 会有什么 营料 隆重增长 吃我一套 降龙十八掌 好运接龙 所有快乐 向你靠龙 今的一年 你的每一千周 被爱龙照 忘此成龙一年 每个爸妈踪 何不龙嘴 生意兴龙 生之加薪 一条龙 龙马精神 健康平安 一条龙 所有祝福 有龙 则明 二条 龙龙 龙越 金金向龙 法治民生 这里是江西最权威的 法治节目 晚间八零零 我是胡帅 今天是大年初四 再过几天 很多人就又得 奔向全国各地 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说起今年的春运 可以说是 这两三年来的一个高峰了 预计今年春运期间 咱们全省高速公路 每天的车流量 将达到一百八十一万辆 那么要如何去保障 这些车辆 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安全呢 全体队友 一顿 今天根据春运交通管理工作的要求 在上楼系车飞站开展统一整治行动 主要查处超远超速 酒醉驾 以及神车轮为机安全带违法行为 并做好安全提醒 坚决杜绝这个带病车进入高速 这是咱们记者在春节前夕拍摄到的画面 为了保障春运高速公路上的安全 交警每天都会在这个上楼系收费站设夹 对准备进入高速收费站的车辆进行检查 我们大队辖区管辖的是这个护坤高速公路 这个上楼系收费站到这个扬眉影收费站之间 总共二十八公里 起始点就是这个上楼系收费站 然后这个上楼系收费站有个特点就是 连接这个四季口 通常这个流量在上下高速各三千辆左右 春运期间可以达到各五千多辆 主线流量这个最高峰的时候 可以达到四万多辆单向 每天这么大的一个车流量 要想保障每位司机朋友 在高速上安全行驶 保障高速公路的畅通 确实呢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廖队长说了 他们从春运开始 就在这设夹检查目的 就是尽最大努力 去减少高速路上的各种安全隐患 春运 春运 转速指示一下 那个驾证新增出示一下 驾证呢 你这个驾证记满了十二分啊 现在的驾证是什么状态啊 在扣是吧 已经被扣留了是吧 那你这个驾证被扣留了 是不允许开车的 好吧 这个你下来一下吧 把火吸一下 驾证扣留期间 是不允许开车的 这个知道吧 赶时间 赶时间那你驾证扣留了 那也不能开车啊 对吧 我们会给予你这个相应的处罚 司机说啊 他还是因为想赶着回家过年 所以呢就抱着 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 结果呢 这回被罚两百块钱 驾证呢又扣了六分 廖警官说了 其实呢他们处罚并不是目的 规规矩矩矩开车 平平安安到家 比什么不强啊 春运期间这个车流量特别大 我们平常一些这个 不起眼的这种小的违法行为啊 你比方说这个乘车人 他为系安全带 比方说穿拖鞋 这个驾驶车辆 它都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 所以我们在这个收费站入口 就是做好安全提醒 杜绝这类违法行为 这个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护坤高速 可以说是江西省高速公路中 车流量非常大的一条 高速公路了 春运期间呢 车多发生拥堵情况 更是事由发生 前面刚刚聊完 记者跟随交警开始巡查 刚上高速没多久 就遇上了一起交通事故 小车在前面遇到堵车时 随意变更车道 想把车子变到快车段去 那恰恰前后方一个重型半滑车 来不及刹车 看看这辆被追尾的小车 这车屁股被撞的 左后车轮呢都给撞飞了 还别说车上三个人倒是没什么事啊 不过呢 这事真是想想都后怕呀 对于小车驾驶来讲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因为后车实际上重型半滑车 如果它车速快的情况下 就不只是一个车损的问题了 所以在这里想提醒广大 那个事成朋友们 不能随意变更车道 要注意后方的车子 遇到堵车 跟着车流排队 缓慢前行 大家听见了吧 甭管咱回家的心情多么急迫 安全肯定还是第一位的 高速上遇上堵车耐心一些 别着急 即使真需要变道 也一定要先观察好 后面有没有车在动 别等到真出了事 再追悔不及了 您说是不是啊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段 高速交警在巡查构成当中 拍摄的一段视频 这也是够大家给捏把汗 干嘛 带子装不下掉下来我罢了 这几危险呢 赶紧走 不要停在这里 你还来想拆 高速公路上拆这些东西 你开玩笑啊 你看把高速公路紧危险 你赶紧的 赶紧的 上车到前面说明大家高速 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这司机把一编织带行李 绑在了车顶上 路上绳子松了 行李掉了下来 结果呢 他直接就把车停在了 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 也不放任何的警示标志 就开始整理车上的绳子 说句实话 这司机实在是有点太缺乏安全意识 上面几危险啊 现在那么多车 而且你还站得快慢车倒闪 那你有个大货车过来把你关掉怎么办 这是感觉回家过年 可能是哪一个车呢 不见 事故往往就是那几秒钟的事情 是吧 过年回家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怎么呢 安全还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对不对 太危险了 说实话跟这位司机 做法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高速公路上 有的车出了问题呢 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了 司程人员呢 往往都还停留在车子附近 这种做法极其危险 因为后面的车一旦杀不住的话 就很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遇到这样的事故的时候 就是提醒大家 一定要坐到这个车靠边 能撤离即暴行 也就是说 一定要迅速转移到 右车路肩的位置 这个能撤离到右车路肩 护栏外面安全地的 然后马上暴行 如果是车子能开的 就进车飞站开下高速 然后暴行 其实呢 春运期间在高速公路上呢 还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是让各地交警们 都石刻牵挂的 咱们来看看 这个航拍的画面 看出来是哪了吗 没错 就是服务区 开车开累了 大伙呢 都得进服务区歇会儿 但是车太多 人太多 就容易引发拥堵 现在是晚上9点半左右 你看一下 目前这里面流量 已经非常大了 我们已经组织了很多警力 过来进行疏导 一方面也让这个车子 需要加油的 让他提醒他前方两公里 下高速加油 然后另一方面 如果要停车休息的 我们指挥他 有序停放在我们服务区里面 说句心里话 这些不管白天黑夜 都坚守在岗位上 为大伙指挥疏导的交警们 真是挺辛苦的 所以在这儿呢 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 对他们的心情付出 多一些理解 为了保障今年的春运呢 咱们江西各地的高速交警 在各个服务区 都设立了爱心服务点 尽可能地为大家提供一些 便利和帮助 师傅 开车辛苦了 好 我来被将他暖暖身子 谢谢 开车要注意安全 不要不要驾驶 不要去超速 平安春运 交警同行 祝愿广大市城人员 出行平安 新年快乐 高速交警在保障大家 驾驶出行的安全 而交通运输执法 监督管理部门保障的 则是高速公路道路设施的安全 赶州是咱们江西的南大门 大广高速车流量 更是在全省首区一指 高速路依山而过 穿山而建 于是保障高速公路道路设施的安全 就成了重中之重 为保证2024年的春运 我们八支队坚持找谋划 找部署 找行动 采取多种巡查模式 强化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 并暂停非必要的涉入士兵 切实加强路面的管控能力 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出行 和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咱们来看这段画面 两名执法队员翻出了高速路的路肩 直接走了下去 他们这是在干嘛呢 我们现在是在南龙高速 3038加400的北上方向 我们在巡查过程中 发现这个边上的赤丝网 已经被破损了 原来是队员们发现 高速公路外围架设的赤丝网 被人给破坏了 这些赤丝网呢 是为了把高速路 跟周边的村庄里的村民和牲畜 比如牛啊羊啊之类的 完全隔开 如果没有赤丝网的话 它会自行上高速公路 那么上了高速公路 它就会影响我们 这个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 同时也是对它这个深处 包括人们的一个 自身的一个安全 成为了一定的隐患 经过了解呢 执法队员们每天都要在路上巡查 就是为了保障 春运期间高速公路的安全 还有一个好消息 为了大家春运期间的便利出行 省内的33个高速服务区里面 开始启用了交通执法室 在上饶市的万年北服务区 我们的记者就遇到了一位 正在交通执法室处理 违障的大货车司机 吴师傅 以前就是接到无疆的话 就是我们到服务区 有点检查 接受处理一下 我们还到里边 到市里边去 由于货车进四周 好多地方出现一个现行 打车过去 比较浪运时间 你不去就不行 就是我们 可浪运跑折腾着 就比较麻烦 吴师傅说了 以前他们货车司机 处理违章 只能是跑来跑去 既费时更费钱 现在好了 有了交通执法室 他们直接在服务区里头 就可以全部地处理完了 这个很好 这个对我们司机 是考虑得非常周到 可以方便 可以节约时间 就是这个效率非常高 就是对我们的大大的 其实节约了我们的时间 其实节省了我们的这个 工作难度吧 咱们来看看 在这个交通执法室里头 还有个便民服务柜 医药箱里头 也放着不少的应急用的 医疗用品 可以随时给大家免费提供 最关键的 这个交通执法室 还提供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服务 有些出心大意的司程人员 像把小孩老婆丢这里 他们跟我们联系 我们马上就联系他的老公 或者他家长什么的 我们现在在万年北 他车子已经开着德行去了 他调都过来不方便 会产生过路费什么的 我们马上开着我们执法车 把他这个遗留下来的人员 我们就送过去 这服务怎么样 够用心的吧 还有呢 你要是撤着出了毛病 在服务区的修理厂里 给补个胎呀 打个气什么的 你要是觉得价格高了 到这儿来投诉 在服务区里吃饭 买东西 价格高了 也到这儿来投诉 有人给您做主 矿泉水 我们不是地方上 是卖两块钱一瓶 它这里也是卖两块钱一瓶 泡面地方上是四块 这里也是卖四块 我们都要天天来 检查它的同程度价 包括它的食品安全 我们每天 执法轮延都会检查 交通执法室的设立 可以最快速度接受群众 报警求助 最大效率提升 应激处置反应能力 和服务区监管水平 我们会以最大努力 最失举措 最佳状态 最优服务 全力确保 催运期间 人民群众 平安便捷温馨出行 交通物流 畅通高效 为经济社会 平稳运行 和人民群众美好出行 提供坚强有力的 交通运输 自发保障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久坐 久站 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输筋建腰丸 砖药专治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输筋建腰丸的 砖药专治 强筋骨 七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无论是 节前开车回家 春节出门旅游 还是节后开车返程 我们都希望大家 安全舒心 在这儿 我们要感谢 这些执法人员的 心情付出 加上越来越实在的 便民服务 相信大家的春运出行 也会变得更加愉快 和安全 在手机上收看 晚间800更多精彩内容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 江西二号 晚间800视频号 还可以扫码下载 或在应用市场搜索 金视频客户端 无论是电视大屏 还是手机小屏 晚间800就在您身边 了解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 都市现场抖音号 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搞 一经采用 可以获得30到300元 不等的现金奖励 以关注方式 抖音搜索都市现场 或打开APP扫描二维码 龙是祥瑞神兽 至中华图腾 中国年 遇上中国龙 会有什么 营药 龙重增长 吃我一套 降龙十八掌 好运接龙 所有快乐 向你靠龙 今的一年 你的每一千都 被爱龙罩 望此成龙一年 每个爸妈都 何不龙嘴 生意兴龙 生之加薪 义义乔龙 龙马精神 健康平安 义乔龙 所有祝福 有龙 责灵 龙奖励 龙奖励 金金向龙